在当今的娱乐圈 明星的颜值经常处于公众议论的风口浪尖 许多人批评他们的美貌不过是高科技整容术与后期特效的产物 回想上个世纪 那时候尚未有精湛的整形技术和成熟的滤镜效果 电影界却诞生了众多拥有自然美丽的女星 但是,美人迟暮,岁月无情 这些曾经耀眼的明星最终被新时代的风华所掩盖 逐渐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今天,就让我们启动时光的轮回 穿梭回那个辉煌的年代 一同去探寻和欣赏那些女星们的风华绝代 一,李婉华 李婉华作为一位相对冷门的演员 并没有什么爆红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其出众的颜值和高贵冷艳的气质 李婉华更是凭借在 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 中塑造出的妩媚艳丽的玉姐形象 成为不少观众内心深处的梦中女神 但可惜的是,李婉华的情感生涯并不美满 在1989年因拍摄处近喜剧 公司三文志与同剧演员吴振宇相恋 而在这一段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中 李婉华与吴振宇并未修成正果 最后,两人于2003年在加拿大秘密结婚后 移民加拿大 李婉华从此做起了家庭主妇 由此淡出香港娱乐圈 二,李美贤 光听名字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李美贤是谁 但是如果看过八十版《倚天屠龙记》 在题集里面的赵敏这一角色 很多人都可能会脱口而出 原来是她啊 我想起了,挺漂亮的一小姑娘 演得挺好的,很有灵性 通过参演《倚天屠龙记》 这部影视剧 19岁的李美贤走进了观众的内心 赢得了大江南北的观众的喜爱 是那一代不少人午夜梦回的梦中女神 甚至被誉为 港剧八零年代第一古装美人 如此成功的角色塑造 也让李美贤获得了不少古装剧影视资源 其中步伐 书建恩仇录 绝代双胶 等口碑与收视双丰收的优质作品 然而 在李美贤34岁时 她寻找到了 真命天子 谢星照 在与其走进婚姻殿堂后 李美贤选择在家安心的乡夫教子 由此便逐渐被观众淡忘而从娱乐圈里引退了 三 高丽宏 高丽宏的样貌受中澳混血影响 在长相上偏向西方人士 明艳立体的五官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一种抑郁的风情 在高丽宏二十岁时 她凭借着精致而又充满特色的面貌 高挑云称的身材 先是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在比赛里过五官 战六江 成功夺得了港姐冠军 还获得了最上镜小姐的称号 在这之后 荣誉赶驱使着高丽宏去美国参加环球小姐选美 凭借轻功服饰装扮的高丽宏 在选拔比拼中获得了最佳民族服装奖的季军 让世界看到了东方美丽风情的一面 两年之后 二十二岁的高丽宏走进了娱乐圈 虽然参演了多部电影 但是却一直没能活起来 就这样 在竞争残酷的娱乐圈里 她能获得的影视资源也越来越少 最后 高丽宏在三十四岁的时候 与红金宝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观众们也就遗忘了很少露面的她 四 李启宏 总有一些角色会深深应刻在一代人的回忆里 李启宏在《神雕侠侣》中饰演的郭湘一角便是如此 二十四岁的李启宏在香港小姐的竞选中 虽然屈居继军 但却获得了最受传媒欢迎奖的荣誉 之后进入娱乐圈的李启宏与TVB签约 正式出道 李启宏先是在《神雕侠侣》中饰演郭湘 她把其俏皮可爱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抓住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随后又通过 绝带双胶 李的小辣椒张金一角 又把小辣椒的刁蛮泼辣展现得无比鲜活 李启宏利用两个角色的反插萌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随后李启宏在《起演艺生涯》里也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电影《事业有声有色》 可惜的是 李启宏在2004年与佳吉丈夫结婚 并且之后还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人烟稀少 海拔1500英尺的高山上 此后李启宏虽然仍有作品 不过数量明显减少 人气也已不复往昔 5.林翠 林翠这个名字 对于如今很多年轻观众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 不过在她那个年代 林翠可是被香港影坛誉为学生情人 Anno小姐的人物 她还曾摘得过香港的影后桂冠 主演和参演的影片无以数计 林翠很漂亮 但是她的魅力不属于艳丽 妩媚那种类型 而是表现得活力四射 双郎洒脱 有点类似于元气少女 假小子那样 因为林翠 Tomboy 喜欢穿中性服装的女孩 曾一度引领营评热潮 有影评人说 看过当年的林翠 你才知道Tomboy一样可以很可爱 6.夏文系 夏文系19岁出道 靠着出道参演的首部电影 烈火青春 入围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的最佳新人演员奖 而夏文系与叶童两人的豪放演出更是燕金四作 那一年 烈火青春 一度被禁 成为一时热点 放在现在就是妥妥的热搜第一名 仅仅时隔两年 夏文系又凭借 《唐朝豪放女》里展现出的过硬颜值和独特的冷艳魅惑的气质而名动四方 并由此人气飙升 在这之后 他更是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电影 事业发展的有声有色 可惜的是 夏文系在上世纪八零年代末期寻找到了 真命天子 黄冠博 他便依然选择退出演艺圈 转身与黄冠博走进婚姻殿堂 并且还和夫婿黄冠博一起赴美定居 虽然此后夏文系有在娱乐圈活动 不过人气早已不复往昔 七 夜韵仪 作为童星出道的夜韵仪 从13岁开始拍广告 以可爱甜美者称 玉女及女星 是他身上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一条标签 16岁时就被日本 Roadshow 杂志选位 全年最受欢迎外国女明星 在港 台 日 很多的都受到了热烈追捧 夜韵仪可爱而不作则 活泼俏皮的风格可以说是男女通杀 清纯可爱的她是那个时代不少人心中 初恋女生模样的完美模板 凭借着超高的人气 夜韵仪在进入娱乐圈后 不仅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电影 还拍写真 发唱片 多线发展的她在各个行内都刮起了一阵阵 属于她的玉女旋风 但可惜的是 夜韵仪22岁时 便中断了如日中天的事业 她选择和香港玩具富商陈伯浩闪电结婚 还宣布从此从娱乐圈里退出 夜韵仪结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如她所想的一样幸福美满 在夜韵仪怀着女儿的时候 老公陈伯浩出轨并主动提出离婚 夜韵仪在2000年正式与陈伯浩离婚 虽然此后夜韵已有在娱乐圈活动 不过人气早已不复往昔 8.吴倩怜 吴倩怜并不是因为特别出众的五官而显得漂亮 而是她身上那股不与繁童的特殊器制造就其独一无二的魅力 22岁的吴倩怜正在台湾艺校大学独二年级 此时的她参演了人生中的首部电影 便是由刘德华主演的《天若有情》 借助这部电影 吴倩怜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也靠她那冷艳的气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荣获了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礼的最佳新演员提名 但可惜的是 吴倩怜的情感生涯并不美满 在一段长达12年的爱情长跑中 吴倩怜并未与男友修成正果 在39岁的时候 吴倩怜选择了与他人结婚 从此做起了家庭主妇 由此便逐渐被观众淡忘而从娱乐圈里隐退了 9.伯安妮 相较于中澳混血的高丽红 作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混血 伯安妮在长相上拥有更加柔和的五官 让人第一眼看到就感觉非常漂亮 伯安妮志趣宽广 在多个领域都有所沉寂 从事演云这一职业之前 伯安妮13岁时到英国留学 获得了去牛津大学就读的机会 却为了进入演艺圈而放弃 伯安妮在其演艺生涯里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电影 他在电影《卡里与辣椒》中 饰演年轻漂亮的电视台工作者周一角 更是得到了许多吃瓜群众的好评与支持 可惜的是 前景一片光明的伯安妮并未选择在娱乐圈继续发展下去 拥有了新志向的伯安妮在30岁的时候选择从娱乐圈里隐退 隐退之后的伯安妮成为了一名儿童治疗师 他虽然因为淡出观众视野而失去了以前的人气 不过他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0.李美凤 李美凤作为能在颜值上胜过秋淑珍的女星 一度被人称为电眼美人 24岁的她在香港小姐的竞选中虽然屈居第二 但却获得了最上镜小姐的美誉 之后进入娱乐圈的李美凤与TVB签约 在其演艺生涯里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电影 李美凤在电影 心碧血剑 李饰演的温宜一角更是令许多吃瓜群众感到惊艳 他们的风情万种 雍容华美 气质超群 清纯可人 虽然他们已经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中 却曾经赋予许多角色已鲜活的灵魂 为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请按赞鼓励一下 在开鼓励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下期视频再会